欢迎收看民事台湾学堂想象台湾 今天我们想象台湾要来跟大家讨论一个议题叫做终结历史错误 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来想象台湾的来宾是赖宗强律师 他同时也是经济民主联合的召集人 欢迎赖律师 各位观众大家好 主持人好 那我们今天要谈这个终结历史错误 其实是什么样的历史错误呢 可能至少会有两个要来跟主题至少要跟大家谈到 一个是关于中华民国台湾省这个问题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可能大家常听到 那可是这个法律到底会有什么问题呢 我想一定很多人也很好奇 想说法律哪有问题 其实问题很大 但是我们在进入正式主题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段新闻画面 来看看我们最近 我们新任的行政院长 这个赖清德赖院长 他讲了哪一些话 而行政院长赖清德今天是前往立法院 来接受总质询的处女秀 朝野都聚焦在赖清德 他对两岸以及台独的态度 而赖清德说呢 他是主张台独的政治工作者 他这样的想法不会因为职务转变而变化 但他也说呢 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不需要另外宣布独立 他也公开说 对于特赖陈水平的态度 他是没有改变的 并且他也不意 2020的时候挑战蔡英文的总统大委 行政院长赖清德 第一次以格魁身份 踏入立院被巡 在野党立委忙着逼问 他和总统之间的定位 院长会怎么界定你自己 就是跟总统之间的关系 是两个太阳 还是像林权院长一样 是拥抱太阳的月亮 这部分还是要回到宪政体制 就是总统跟行政院长 无所谓两个太阳 或是太阳月亮 我无意去参选 2020年的总统 然后挑战蔡英文 没有 我并不希望 我是一个强势的院长 我希望担任一个称职的院长 总统隔回关系 赖清德清楚表态 不愿让外界做文章 但当上行政院长之后 过去支持的台独主张 也被翻出来拷问 我是一个主张台湾独立的 政治工作者 我也曾经在台南市议会讲过 不管我担任哪一个职务 这个都不会改变 我所谓 我是一个台湾独立的 政治主张的工作者 主要是认为 我们是已经是一个 主权独立的国家 名字叫中华民国 我们不必另外宣布台湾独立 我是一个主张 台湾独立的政治工作者 但我也是一个 务实的台独主义者 全是台独 赖清德回答超谨慎 轮到实力立委 林昌佐以台语寻达时 一度口误把立委叫成议员 显然还没完全习惯 现在已经是隔魁 要面对的 可是更为敏感的议题 你赞不赞成 要把这一次的公投法的补证 纳入领土变更的范围 这个民进党的立法行政协调汇报 已经将公民投票法列为优先法案 这个法案已经送到立法院来了嘛 你赞不赞成嘛 院长 我尊重立法院 还是兄弟关系 还是你认为是朋友或其他 我们也应该伸出友谊的手 然后跟中国或是北京当局 来进行这个交流 所以如果这个这样子说起来 基本上我是愿意跟他们做朋友 一整天下来 质询问题五花八门 赖清德也表态一力一修 总质询听完意见后 会提出政院版本修法 总质询处女秀 赖清德力求稳扎稳打不失分 明镜新闻 综合报道 欢迎回来我们想像台湾现场 那刚刚大家也在这段新闻里面 我们就看到赖院长的一些宣誓 他说是主张台湾独立的一个政治工作者 可是有一个我就觉得很矛盾 等一下来请教赖律师 他说他是一个主张台湾独立的政治工作者 可是他也同时 赖院长同时提到说 台湾目前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名字就叫中华民国 我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是的 赖院长说他主张台湾独立 很好啊 但是我们可能要请教一个赖院长 如果他主张台湾独立的话 那这个中华民国宪法 要不要废啊 要不要修啊 因为中华民国宪法征修条文 当年有老代表所这些老代表 所定的征修条文里面 不是写台湾独立耶 不只没有写台独还写统一耶 征修条文的前言就写 因应国家统一前之需要 可是他就说 现在目前台湾叫中华民国啊 是 好 那请问如果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为什么这个宪法的征修条文不是写 不是写台湾国家 反而是写自由地区 大陆地区 自由地区跟大陆地区 所以台湾变成是 中华民国底下的自由地区 其实 我不是要给赖院长吐槽 而是说 如果赖院长的主张是这样 那我们一定要面对这个中华民国宪法 其实跟赖院长的宣誓 是不同的 对 他不是讲台独 他讲统一 他不是讲说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他讲台湾是中华民国底下的自由地区 是 那这个宪法我们是不是该废 是不是该修 对 因为其实在这个宪法里面 他只有给你一种选项 他这个选项叫做因应国家统一 也就是你只有统一的选项 你没有其他做其他决定的选项了 所以你怎么会有台湾独立这个选项 不可能有啊 是 那当然我们说会这样 这叫做老代表的乡酬 因为这些呢 文字也不是赖院长定的 也不是台湾人民定的 是当年呢 在中国选出的老代表 在1991年的时候定的 是 不只是这样 我还想问赖院长一个问题就是 我知道赖院长刚接隔魁 但是陆委会主委张晓月好像没有被换掉 没有啊 然后这个行政院大陆事务委员会还在 然后他们还说要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来处理跟那边的关系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权名叫什么 叫做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 所以一定要这样讲 我们才清楚 都说两岸 大家都想说 是啊 没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啊 整个立法 六法全书里面 找不到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其实是两区人民关系条例 两区 就是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 这个条例的第二条呢 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 中华民国里面的领土有两块 一块叫台湾地区 一块叫做大陆地区 大陆地区是讲哪里 大陆地区 他法律讲说 大陆地区是指 那个台湾地区以外的中华民国领土 所以中华民国领土要先定义哦 好 难道真母暗杀 看现在有没有到真母暗杀 北道杀业 对对对 对对 对对对 对对对对 对对啊 其实哦 这什么这个法律什么时候定的呢 我们刚刚讲这个老代表是1991年修宪 这个两区人民关系条例是1992年定的 当时的行政院长是郝伯春 那他讲什么呢 行政院长郝伯春把这个立法理由送到立法院的时候 他说啊民国38年大陆沦陷 大陆地区为中华民国领土 大陆地区人民与台湾地区人民同为中华民国国民 那是本于一国两地区的理念 定这个两区人民关系条例 所以其实郝将军当时就讲得很清楚了 对那就是说 郝院长 您希望台湾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你主张台湾独立 这个两区人民关系条例是不是应该废掉呢 要处理一下 是啊是啊 那另外像是这个除了这个两区的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问题 其实除了要修 比如说这个宪法的问题 这个城市我们认为说要自宪 要自宪 那另外刚刚提到这个 要废两区人民关系条例 另外一个是 目前其实我们叫中华民国台湾省这件事 可是很多人都以为说 省早就没了啊 可是事实上是什么 没有说1997年就开始 今省了 动省了 其实台湾省政府已经没有什么样的 实际的职权 但是呢 很多朋友不知道 为了这个中华民国这个政府啊 他为了要维持他代表全中国 大中国这个想象 对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台湾省政府 还有一个台湾省制议会 不只是这样 我们还有一个福建省政府 还有福建省政府 很多人不知道哦 福建省政府在的 你知道吗 在的 在新店 在新店 新店 福建省政府在新店 对 但是不在福建 就是他现在就是管福建 就是管金门连江两县 然后再设一个福建省政府 但是其实这是空壳 那个现在立法院正在审 那个2018年的预算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福建省政府呢 他编了6023万元的预算 我们6023万元的预算是要在新店的这个福建省政府要花吗 然后再来是办一个金马地区联系汇报 然后再来是做社会救助 其实社会救助这本来 照社会救助法则是违法的 就是社会救助是中央在做的 是啊 以及各县市 金门县 连江县在做 他们本来就有 县市政府的预算可以来处理 所以其实这个福建省政府 花6000多万 根本是不应该花的 对 那不只是福建省政府 我们再来看 还有有一个呢 以前有个省议会 现在叫做台湾省制议会 他也编了6000多万的预算 那6000多万的预算 6400多万的预算 但是 现在有多少的省议员呢 省制议员呢 一个人 为什么还要 一个这样的一个制议会 只有一个制议员 对他就是说 因为台湾嘛 就是大中国底下台湾只是一个省 所以那个 对岸经常在讲说 那个 我们的演艺人员到中国去表演 他就要这些人讲说 我来自中国台湾省 那其实 根本没有中国台湾省 其实台湾现在也 也根本没有这个台湾省 但是这省制议会 还是被维持 就这个机构存在就对了 这个机构存在 照编这个6000多万 照施政计划 一年要开定期大会两次 临时大会四次 来反映地方民情 但是一个人怎么 邰议员一个 对啊一个人 对现在的省制议员 就是在上一届 在2016年 这个任期届嘛 蔡英文重新任命 就只任命一个人 郑永津 他一个人要开定期大会 是 凌时大会四次 这个6000多万 其实根本也是乱花 对 那6000多万 包含郑永津 郑永津是有几值吗 是有几值 是有几值 那不只是这样 那我们再来看 我们说台湾是 主权独立的国家 对 但是不是 现在中央政府 预算各公共 台湾是省政府 他还编了 1亿2千多万的预算 是在做什么呢 编这预算更荒谬 他要办 这个省政府 剩下什么功能呢 他要办 台湾光复界纪念活动 要办 慈灰妈妈级 模范父亲表演 就是母亲和父亲的表演 对 那其实这 花这些钱干嘛 就是要维持一个 大中国的体制 说我们 我们中华民国 还有台湾省 还有福建省 而且我们还 拨预算到这些单位去 对 那其实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那 所以我们经济民主联合 就前一阵子 就提出一个主张 我们要终结历史错误 是 怎么终结历史错误呢 要废 这个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其实是废两区条例 还要废 对这个台湾省福建省 对啊 你如果说我们真的是一个 要做一个主权独立 你至少要宣示一些东西出来嘛 对外主动的宣称 宣称如果从政府的角色来说 你就要宣称说 不然我们就不要省议会 我们不要这个 这个省制议会 也不要福建省政府这些 都不要 不要有省了 那在上海公报里面呢 他提到 美国认识到 在台湾海峡两边的 所有中国人 都认为 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政府 对这个立场 不提出意义 不提出意义 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 都认为 世界只有一个中国 如果原住民 原住民 这边的原住民 认为我们不要呢 怎么办 是啊 那我举这个是说 台湾必须积极的对国际发声 要宣示说 这不是我们的立场 这是1972年 蒋介石 汉贼不两立的立场 汉贼不两立 这已经不是我们的 已经不是台湾人的主张了 只是台湾人没有讲 对 所以我们怎么开始讲呢 从废省 废两岸条例 对 开始讲起 这也就是我们要推动的这个运动 就是要 废省 废两岸条例 其实也是废两区条例 那我们提出一个主张就是 让这个台湾的国民主权 去冲撞这个不合理的 老代表所定的中华民国宪法 那目的是要废除一国两区 要告别一中宪法 好 那赖律师我请教你一个问题 就是说因为我嘛同意都要废省 要废两岸条例 这都没问题 可是可能会有我们的 一般的我们民众 就会想说 那如果要废省或废两岸条例 有这么简单吗 怎么废 好 那我们整个运动的时程是这样 2017年的时候 现在在省中央政府总预算 2017年把那个两亿市省政府 省之议会的预算删掉 删预算就可以改变什么吗 删预算就这个机关就不存在了 然后再进一步 2018年的时候修改地方制度法 根本上在法律 把省政府跟省之议会删掉 包含那个福建省政府 对对对对 就不要有地方制度法 就不要有省政府 不要有省之议会 那这样做做什么 这样做就会跟中华民国宪法 第九条发生抵触 抵触 那时候要怎样 一定有人说 我们就把他冲撞 冲撞宪法的体制 对就是要用台湾的 台湾人民来行使国民主权 就我们认为要废省嘛 对 省早就废了啦 现在剩下盲长啦 对 但是你如果真的把这个盲长割掉 就抵触中华民国宪法 然后我们希望大法官接受说 这个是不是台湾人民不对 是中华民国宪法不对 所以大法官要视线 对对对 当然大法官也有可能说 这个政治问题 你们要费事 因为以前就提出过这种大法官 这样也可以 这样可能不负责任 老实说 我觉得当然我们希望说 要你视线 你说这是政治问题 他能够说核线最好 至少不要说违线 那如果说我们挑战这一关过了 这就代表说 台湾人民可以做某些事情 我们可以做一些决定 不用理会中华民国宪法 那些什么统一啊 一国两区啊 固有疆域啊 青天白日满地红啊 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啊 那这个 到2020 我们希望进一步 因为2020那年要大选 希望立委都来支持 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对 废除一国两区 告别一中宪法 那为什么这一件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非得等到2020 这个应该是 你不能现在就开始说我要 因为这个跟预算或废审 好像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是因为说 为什么要2020才要去废除 设定这个目标 我想因为就是 可不可以2018就要废 我也希望是 但是我们的蔡英文总统 到她去年520就职的时候 还在说要根据中华民国宪法 以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处理跟对岸的关系 那也就是说 蔡政府似乎跟这个 所谓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还是维持一个藕断撕裂 甚至是一个 不是很清楚立场的做法 那我们希望在2020年 透过大选 逼所有的政治人物表态 希望民进党的立委 知道台湾人民 站在哪一边 要求要废这个条例 另外一个技术问题 我又想要来考验一下 我们赖律师 你刚刚讲说 比如说那可能 就是大法官 会有这个视线的问题 大法官他依据的是 中华民国宪法 对 那现在就是说 你 我们又说要费省 然后这个他就是 就是很多统派的人 就会讲说 你就是要实质 要朝独立的路线 可是你是在 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 在做这件事情 会不会有一些矛盾的地方 怎么解释 所以啊 所以啊 那个我们就说 要让台湾国民主权 去冲撞中华民国宪法 这句话怎么讲 就是说 简单讲 宪法的规定 宪法的规定要分两种 一种叫做宪章 一个叫做宪律 用比较白话文讲 一个叫做宪法里面的重要条文 对 另外一个叫做宪法里面的技术性条文 重要条文的效力是优于技术性条文 什么叫做重要条文 重要条文就是 第一个 人权保障 你到世界各国所有的宪法 一定要保障基本人权 人权保障 第二个 主权在民 民主国原则 主权在民 台湾的主权当然就是台湾的人民的 主权在民 所以台湾的人民要废神就是要废神 你老代表或你以前讲说要有神 旧时代的东西 那是一回事 那是技术性规定 但是主权在民 人民可以决定国家往哪里走 所以真正宪法的根基是来自于人民授权 对 宪法的根基是人权保障 主权在民民主原则 权力分立 然后 比如说军队国家化 军人不能干政 这些是宪法的基本原则 那这要不要设审 什么自由地区 大陆地区 那个都是技术 什么固有疆域 只要主权者还没有讲话 那些老贼就把他们的乡仇 放在宪法里 只要主权者讲话 费审 费两区条例 那大法官 我们希望他不要宣告危险 你要讲说和宪 或者说这个是政治问题 我大法官不要介入 他的肩膀就只到这个程度而已 我们希望 大法官要拿出政治智慧 就是过时的这些老贼的乡仇 老将军的乡仇 这个已经不是宪法 不具有宪法去树立 对对对 所以像这个陶突阿赖律师敢说 这个宪法其实真的要回归到我们 台湾人民想什么 那不代表说好像是 是不是大法官讲了什么的话 我们就一定是好像 因为他大法官的架构是在中华民国宪法之下 对对对 如果这个宪法是有问题 台湾人民还是可以去做 对 所以我们讲说 宪法条文也可能违宪 对对对 宪法里面的技术性的规定 如果违背了这个宪章 违背了宪法的基本原理原则 像主权在民 对 民主原则 那部分是无效的 对 不过一开始 赖律师你在节目一开始也提到说 我们要来思考说 台湾要如何制宪的问题 对 所以相对提到一个 中华民国宪法要废除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技术上 你觉得比如说 经济民主联合立场来说 你们觉得是可以怎么去操作 我们是主张要制定新宪法 对 那如何制定新宪法呢 你必须有更广泛的讨论 让所有的人民都渐渐对这部宪法有问题 然后台湾要如何有新的宪政体制 能够逐渐产生共识 那我们的切入点 就是从废宪废两岸条例开始 所以从这里开始去行说人民共识 对 因为人民不会觉得需要宪存在 但是中华民国宪法有宪 是 人民不会觉得一国两区是对的 但是中华民国宪法是一国两区 那就是我们就先从立法 把这个 这个 审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废掉 那就挑战了中华民国宪法 好 还有一个问题要再请教 所以说 很多 现在谈台湾独立 是很多人共同的一个共识 没有错 可是方法不太一样 比如说你们的方法要先删 省议会的 省的预算 还是费省之议会 费省政府 或者是费两岸的关系条例 你们觉得透过这种方式 可以逐渐达到所谓台湾独立的 这个目标 是 可是有人说很简单 那今天赖清德院长一样 有人也可能不见得认同赖院长 然后就说 那你赖院长 你就直接要说宣布 由政府 不管是蔡英文总统或者是赖院长 你们也直接要宣誓说 台湾独立这件事情 不是中华民国的中 你要直接对外宣称 我们台湾独立 跟国际宣称台湾独立 为什么你们的路径是这样 有的人觉得说 路径就直接宣称台湾独立就好 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 大家都在等那个关键的时刻 所谓的关键的时刻是指 某一个成熟的国际局势 中台关系 跟某一个成熟的时间点 我不晓得有些朋友认为这个时间点已经到了 有些朋友可能认为这个时间点还没有到 都没有关系 但是经济民主联合的主张就是 我们不能够等那一天 并不是说在那一天到之前 我们所有的事情都不做 可以做的事情 我们就要先做 否则 否则 你没有办法去行锁那个成熟的条件 对 等到那个条件成熟了以后 你还有一个中华民国宪法 等到国际局势可以的时候 但是你被中华民国宪法绑住了 对 那我们现在就是在挣脱这个一中宪法 加诸于台湾人民的枷锁 你要先把这个枷锁打开 然后你才能够在最适当的国际局势出现的时候 马上采取行动 其实我还蛮同意这个赖律师的这个观点跟想法 其实每个人要推动台独运动会有不同的主张 跟不同的方法入境 可是不管是怎么样 你今天要谈入联也好 要谈公投 要废省 要废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等 你各种方法都要去试着去松动它这个中华民国体制结构 是 如果都透过各种方法去松动这些结构 其实某种程度我们 比较不是像在被动的等待一个时机的成熟 尤其是什么国际的社会的这个时机成熟 是我们自己在创造这个时机 是 那我觉得这个情况之下也许 大家都生活在台湾这块土地 我们希望台湾 成为一个有尊严的国家 你出国的时候 你很有尊严的告诉人家说 你的国家叫台湾 你来自台湾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 透过我们每一个人要自己主动去创造 那最后时间 我们有一些网路上的问题 那是不是可以请赖律师来告诉我们 假设我们要做这些事情 好了 我们一般的在网路前面的观众朋友可以怎么去做 采取什么行动 好 我会建议第一步打电话给你选区的立法委员 告诉他们说 不应该再有台湾省的 不应该再有福建省的 把这两亿四千万的预算 那在今年就把它全部删掉 对 特别是内政委员会的委员 因为他们要先 先在内政委员会审 这个省政府省制议会的预算 然后再来是其他的委员 打电话给他们 要求他们今年就把预算删掉 你的选区立委可以去鼓励他们去删预算 对 好 那另外一个也有人提出 这个赖律师你怎么去看待 比如说之前还是赖市长的时候 不是赖院长的时候 亲中爱台的说法 还有柯P也讲 那个柯市长 两岸一家亲 你怎么去看待他们这样的一个说法 当然非常不以为然 那个 这个 就是亲中爱台 爱台当然没有问题 但是你现在何必去强调亲中呢 当然我们要跟他和平相处 但是问题是这个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里面 居然主张说 这个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那这个要怎么清得下去呢 也是 当然赖院长应该去跟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讲说 那个修宪修宪和平相处 不是修中华民国宪法 要他们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对 对 柯市长 两岸一家亲 这就不用批评了 最近那个 柯市长的台大的事情 真的已经 真的不知道怎么骂了 真的能够说非常失望 对 因为说两岸一家亲就是对等交流 对等交流就是说 他们的这些 在来台湾唱歌的演艺人员都可以来 那所以我们的散林啊 这个考秋琴啊 也一样可以去中国演唱 是啊 佐水溪公司也可以去那边办演唱 是啊 照理讲应该是这样 是啊 这就对等交流 是啊 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们很欢迎 这个赖律师来到我们这 跟我们谈到这个 这个费省费两岸条例的 这个历史工业的问题 那我们也希望 很快又有机会 我们可以再邀请赖律师来到我们想像台湾 今天想像台湾先到这边告一段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律师